政治焦点要来关心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 昨天竞选总部成立党内大咖云集 但是赖清德致辞的时候提到说自己很关心台北市民 因为台北是疫情的起点 这番话让台北市长柯文哲听了非常的不开心 还说是失言 更说赖清德一定要在12个小时之内出面道歉 黄珊珊则说开放边境3加11才是关键 并且批评陈时中要选台北市长 再来伤害台北市非常的不负责任 讲完也抨击说陈时中跟民进党不检讨 还把责任推给别人 周六陈时中的竞选总部成立 副总统赖清德要传达疫情期间 台北市面临许多挑战 但疫情起点说让柯文哲不能接受 陈时中已经为了万华市疫情的破口道歉过了 我看不出12个小时了 赖清德一定会为了他讲那句要出来道歉 因为这一听就是失言 政治上的失言 柯文哲不仅批来清德失言 北市选政中的蒋万安跟黄珊珊同样炮口一致 病毒不会直接到台北来 中央指挥官开放的边境三加十一才是关键 现在他要参选台北市长再来伤害台北市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 认为三加十一政策才是主要原因 两人都批陈时中把责任都推给其他人 赖清德要不要为失言道歉 陈时中没有正面回应 而苏贞昌掩护陈时中 积极防疫采购疫苗却被黄珊珊攻击 苏贞昌也抱不平 到今天竟然有人说我们在摩柴害命 这有天理吗 他们不是摩柴害命 他们是害命摩柴 有个理解 赖清德跟苏贞昌助长要替陈时中造势 没想到掀起口水战 记者最后报道